大家好,今天臘腸薑汁炒芥菜 很多時都是臘味薑汁炒芥蘭 用臘味薑汁炒芥菜也好吃 炒芥菜有些苦苦的甘味 我喜歡吃苦瓜,所以這個炒芥菜我也特別喜歡 這裡有芥菜一磅,要分開葉和款 反弄斜斜的切,比較容易炒得熟 還有臘腸兩條,你喜歡吃臘肉也可以加進去 吃辣的可以加一隻辣椒 要做一個薑汁酒 首先將薑切開一片片 然後拍成薑蓉 然後剁碎 剁碎後有兩湯匙薑蓉,加兩湯匙紹興酒 加好後會有1湯匙多些薑汁 用完的薑蓉我會用來蒸雞 芥菜比較硬,我會用微波爐先釘一釘 首先加些油拌勻 然後鋪平,不要重疊 再加1湯匙清水 放入微波爐,高溫釘15-30秒 視乎你的芥菜款有多厚 釘好要三成熟 熱鍋,加一些油,用中大火 爆一下臘腸,爆一下臘腸,讓油先走出來 爆好後,蒸起備用 用同一隻鍋,加辣椒 炒菜也需要多加少許油,加多少隨理決定 現在可以加入蒸了三成熟的芥菜款 碟底有水不要倒進去 芥菜不要太早釘,幾時炒幾時釘 跟手就可以加入芥菜葉 釘一釘芥菜款先 現在和芥菜葉一起炒 就不會醃過熟,款不夠熟 兜炒一下就可以加一些糖 我加了1茶匙,你不喜歡那麼甜 可以加少一點 再快手兜炒一下 接著在鍋邊加薑汁酒 也要快手 立即蓋上蓋子 焗1分鐘或1分鐘多些 在這個時候,我加1.5湯匙蠔油調味 我今次買的芥菜粗油 這樣炒法,醃和款都會同一時間熟 加上臘腸之後,就可以試一試味 把芥菜粗油調味 灑一點鹽,我有灑到,但鏡頭忘記了拍 不是鏡頭忘記了拍,是我忘記了拍 炒一個芥菜,芥菜款用微波爐叮一叮三成熟 再和芥菜葉一起炒,這樣就不會醃過熟,款不夠熟 很多人會用水搓一搓,但用微波爐快,省工夫 喜歡吃臘肉,又可以加一些 怕寒涼,可以加一隻辣椒,或者灑一些胡椒粉 如果你也喜歡吃苦瓜和芥菜,苦苦的,甘甘的味道 就要試一下吧!記得按LIKE,我還有其他簡易的食譜可以選擇嘗試 多謝收看!